你好,我是匈奴人 韩国准备轰炸朝鲜和中国 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消息表明 韩国陆军正在大规模的向三八线集结 也就是说韩国做好了与朝鲜进行陆战的准备 同时朝鲜方面正在炸毁多条道路 包括朝鲜与韩国的铁路和公路 这些铁路和公路都是前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期修建的 所以说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人展开网络投票 看看韩国这一次会不会趁机统一朝鲜半岛 此外还有消息说 韩国空军目前也正在向三八线附近的机场集结 因为如果要是韩国的战机从其他地方出发 要飞行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进入朝鲜 或者说才能飞临平壤上空进行轰炸 韩国国防部长明确指出 如果朝韩爆发战争的话 将严禁中国军队建入 只要中共军队胆敢再次介入朝鲜半岛战争 那么韩国将发射导弹轰炸中国的内陆 这个警告是韩国国防室主任 也就是国防部长申援体发出的 他说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只要胆敢再次支持朝鲜进行战争 那么韩国将会对中国或者俄罗斯展开报复 韩国最大的媒体中央日报也报道说 韩国国防部长信心十足的表示 韩国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摧毁中国的青岛和大连 甚至有能力打击中国的北京 甚至对习近平展开斩首行动 还有不仅是韩国的导弹和空军 远远比中国优秀 韩国的海军也比中国优秀 韩国认为他们的四中大王号 要强于中国的055 最主要它携带的许多导弹 还有防护设备都比中国的要先进 所以韩国国防部认为 在战争中韩国有能力摧毁中国的海军 甚至封锁中国的海岸 所以网友近乎完了完了 自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陷入困境 暴露出极权专制国家的愚蠢无能以来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把中国和俄罗斯当回事情了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以色列肆无忌断地轰炸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营 甚至炮击中国在黎巴嫩的军营 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把你俄罗斯在单颗冲 也更不把中国军队当颗菜 也就是说你敢来我就干你 想干就干 随时需要随时干 所以说 而且迄今为止 俄罗斯也装聋作哑 中国也是装聋作哑 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 现在向以色列附近投放军事力量 事实上 过去这么多年来 中国暗中支持哈马斯 支持黎巴勒论 不仅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 还帮助他们修了大量的地道 所以说 以色列早就看不惯了 早就想动手了 所以趁此机会敲打中俄 这也说明了 整个世界都不再把中国和俄罗斯 这样的流氓国家放在眼里 只有他们自己 还把自己当割冲 只有他们自己 还把自己当回事 其实我们知道 以色列和韩国在这个世界上 远远比不上 像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法国 还有加拿大 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强大 但是现在这两个国家 也看不起中国或者俄罗斯了 另外就是18名朝鲜军人 在俄乌战场临阵叛逃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约有18名北韩军人 在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地区 突然逃离俄军的阵地 事件发生距离乌克兰的边境 大约7公里处 目前叛逃的原因不明 但是俄罗斯军队企图隐瞒这个消息 目前俄罗斯军警正在开始搜查 试图逮住这18名叛逃的朝鲜军人 乌克兰的情报称 朝鲜事实上已经被派往 苏甲和库尔斯克附近作战 这个朝鲜地属于俄罗斯 第11独立两栖攻击里下属的 布里亚特特种营 因为这个营是一个独立营 它装备了小型武器库和弹药 能够独立作战 它相当于一个架枪营 一位军事情报人员告诉乌克兰新闻和分析网站 RIGI 说俄罗斯在布里特亚旅基础上组建的朝鲜 公民人员数量多大3000人 很可能俄罗斯认为 这些士兵很快容易伤亡容易消耗 同时他也想隐秘保密 也就是说对外界这样不像是一个旅的编制 所以说他们把这个营的编制编了那么大 这个朝鲜人呢 在国际社会上有当雇佣军的这个经历 我以前呢 听说过一部电影 这个叙述这个朝鲜人是怎么当雇佣兵的 这个故事开头就说呢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不是在这个欧洲登陆以后吗 他们俘虏的第一批抓到的俘虏 居然是五个朝鲜军人 这简直呢 让这个美国的指挥官一头雾水 而且呢 这五个军人呢 都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也就是美军一冲过来了 他们就把准备好的北起举起来投墙 而且呢 看样子他们非常的有经验 美军呢 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审讯 因为当时美军也吃惊 朝鲜军人怎么会成为纳粹的士兵 出现在这个诺曼地战场上呢 这个 然后呢 这个电影就此展开了 这五名朝鲜人的经历 这五名朝鲜人呢 原来呢 很早就参军了 他最早的时候呢 在1940年 大概1938年39年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日本军队 然后呢 他们追随日军呢 在东北一线呢 跟俄罗斯参战 大家也许还记得 1940年的时候呢 日俄呢 在边界上发生了两场激烈的冲突 那个冲突相当的激烈 俄军跟日军的损失呢 都在五万人以上 而这五名军人呢 寻找机会呢 就向俄军投降了 就向苏联人投降了 所以说呢 他们毫发无声 他们这五个人呢 都是据说是汤兄弟 一个城庄里来的 四圈都约好了 而且在一个部队里面 投降 投降以后呢 他们 苏联人一看 他们是朝鲜人 所以呢 很快就把他们进行训练 甄别 他们也诉说自己是被迫加入日军 然后呢 这五个人就成为了这个 苏军的战士 他们担任苏军战士 不久呢 就是一年以后呢 一年多以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希特勒进攻苏联 所以呢 双方爆发了战争 这五个人也在前线部队 一看情况不妙 他也就跟其他的几百万苏联军人一起 向纳粹投降了 投降之后呢 纳粹很快把他们甄别出来 认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 有军事经验 有军事能力 然后呢 又把他们编入了德军 他们舒舒服服的 在德军军营里过了好几年 一直到1944年的时候呢 又被送到诺曼地 然后呢 在跟美军的作战中 再次成为俘虏 所以说呢 预计呢 朝鲜呢 虽然跟俄罗斯达成了协议 讲要派遣 成千上万的朝鲜军人 进入俄乌战场 但是估计很多人 都会投降 因为朝鲜人 是相当的狡猾 就是从 我刚才叙述的那个故事 从大家都知道 朝鲜人呢 的生存观 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就说呢 他们呢 谁给他们吃的 谁给他们好处 他们就效忠谁 他们从来没有立场 没有什么观念 他们可以为日军作战 他们也可以为苏联作战 他们还可以为纳粹作战 哦对 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五个人呢 后来还加入了美军 这个甚至呢 在后来的 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呢 又在对日军作战 所以说呢 这就是朝鲜军人的特色 所以说这五个人呢 现在呢 朝鲜18名 军人呢 向这个 乌克兰投城 不知道将来 他们会加入纳兹军队 对俄军作战 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给大家看